好 再來就是身體我這裡額外就做了眉毛 一樣眉毛我是 我一樣是inset 往內縮在XR一處長出來一點點 好 身體模型的部分就這樣 再來就是眼睛 眼睛這裡 我們來觀察一下實際上眼睛的結構 眼睛它是一個金狀體 像是基本上是球我們以卡通 風格來講的話我們就不需要做水晶體凸出來這一塊可以不做 這樣我們就做圓的 所以它裡面瞳孔的話其實它是一個往內凹的結構 往內凹的結構 然後高光的話還是一個在一個外面平面上所以我們外面是像包了一層 玻璃球一樣然後我們裡面在是我們的 瞳孔啊跟水晶體 兩層 然後我們這裡卡通質感我們要不要做到兩層這個 大家再 看風格去調整 其實就一顆大眼珠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就是要把這裡 眼珠的部分 做出來 當然這裡 我不一定會用直接用這個模型開始做因為畢竟這個模型面數蠻高的 我們直接做的話 可能之後不好修改 而且 這裡之前有講到 我們不喜歡三角面 這裡有三角面的話其實 這裡到時候 光影打上去的時候這裡都會有奇怪的 光影 這個我們上材質的時候 我們來做 再來看 好 我們現在 我覺得我這裡的話我就會重新創建 Shift A 像這裡我可以 Shift S 我們cursor to select 選到cursor to select 這樣Shift A我們重新創建 球 眼珠的時候我們一樣使用 UBSphere 我就可以 面數我少一半 16 8 一半 一半的面數的 模型 來放放置他的眼睛 這樣的話比較方便我們去做編輯 Row Z Row X 就是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讓我們再縮小 調成我們比較接近我們要的模型 我們再來這樣編輯這樣我們其實在對修正我們這些 視角面的時候我們主要調的點 一些面不會那麼多 好 好這裡眼睛 眼睛怎麼做呢其實一樣就是我們把它 這裡 inset一圈 我們把裡面把模型往內推 往內推後 我們這裡 之前原來的樣子是 點 OK 原來點下面是 黏在一起的 黏在一起的 我就把它 激素格激素格把 它的線刪除 X Dissolve Dissolve Edge 所以這樣的話他這裡又維持成四角面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把眼睛做出來 至於眼珠呢 玻璃球的部分 當然我們可以ShiftD 兩個 模型Row Z Z 180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模型去做我們的眼珠 玻璃的部分但是我講過 不會這樣做因為其實這樣的話 這個會有奇怪的高光點 所以我這裡我是用 Round Sphere 去做 去做 去把 來做他的眼 眼睛 高光反射的這一塊 當然這裡我們模型可能就要稍微Skill大一點點 去符合我們的模型 當然這裡 因為這裡沒有Smooth 我們把 眼珠 眼珠Smooth打開 這樣的話他就貼合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去做出 眼珠 眼睛 的玻璃球的部分跟 我們的眼珠 這裡我應該有模型有點動到所以他不是那麼的圓這個我再修正 好這裡側邊的話這裡模型 之前如果單純直接一處我長進去的可能大家沒注意 沒有注意到 我這裡模型其實要稍微做調整不然眼珠 眼眶其實是貼合整個眼珠他不太可能會直接 會切到模型所以這裡如果直接就一處長進去的人稍微調整一下模型去貼合 我們的眼球 那才不會模型才不會形狀 差異的太大 才不會身體直接跟眼睛插在一起的感覺